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过年 这次我们要讲印尼的过年 印尼的过年到底跟台湾不一样 不一样其实说不定一样 没有啦 好 那在我们今天介绍之前 开始之前 要记得按 点赞 分享 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哦 是 好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印尼的过年 过年之前 我还是先回复一下上次 review一下 对 然后 等一下要讲过年什么时候 我们先review一下 好 第一句是早安 Selamat pagi 早安 Selamat pagi 再次午安 Selamat siang Selamat sore 对 印尼的午安有两个时间 对 11点到2点是Selamat siang 然后 3点到6点是Selamat sore 好 再次晚安 Selamat malam 晚安 Selamat malam 上次介绍的大扫除 Bersi Bersi 还记得Bersi是什么意思 干净 对 就是要干净干净 就是大扫除 好 再次大扫除 Bersi Bersi 好 进入今天的正题 印尼的过年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还记得我们上次是说 印尼的 对吧 对 然后 Dahun Baru Dahun是念 念 念 然后 Baru是新 所以新年 新年 对 新年 可是因为我们新年是有两个 是1月1号 那一个 对 对 那什么 跨年 对 跟过年是 Chinese的 Chinese 所以我们会讲 Dahun Baru 印尼的 对 Dahun Baru 印尼的 一个算是国立的 因为是一个农历 对 这样讲我觉得可能比较清楚 对 International 跟Chinese 我们会讲这样 对 我觉得Berun 你今天穿的衣服是不是 有特别 因为印尼 所以就 这是印尼的服装吗 没有啊 是很 很那个过年的感觉 很过年的感觉 对 真的 就是 很漂亮 很美 可以 谢谢 好 那 我们今天就是开始介绍 我们印尼的 东西 对 印尼的 IMLAK 然后 他们第一个是 拜拜 其实 其实 台湾也是会拜拜 因为这应该算是很多地方的习俗 对 可是你看 我们都是穿红色 不穿不行 有啊 后面也没有穿红色的啊 是啦 可是大部分 我们会穿红色 然后会去一个 庙 然后一起拜拜 对 拜天宫 拜什么 土地宫 拉官吟什么 都是要拜 所以要拜一下 给他们 给那个 让天明都是给我们祝福 平安 那如果不是新的红衣服可以啊 嗯 不行 不行 所以要 要新衣 加上红衣服 那跟我们其实差不多有多少 我们进来也是穿红色的啦 基本上 但是一定要新衣啦 嗯 对 原则上我们都一定穿新衣 嗯 再来就是 舞龙舞狮 舞狮 舞狮 是Tarian Dance 对吧 龙是Dragon Naga 然后 石是 石 Lion Lion 对吧 Singer 对啊 可是我们也不会讲那么长啦 那个Tarian Naga Singer 不会不会 对我们会讲 巴龙赛 巴龙赛 诶 有点像我们的舞龙舞狮的感觉 是吗 Long赛 Long赛 我就有点像耶 我们会讲这个 秀的话 我们会讲 巴龙赛 OK 待会会 会有单次谁做介绍 大家看的会比较清楚 大家看一下那个巴龙赛 总间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上礼拜我们有说 应该说上一集啦 上一季 上一季有讲 那个门 没有啦 上一季 上一季 宝珠 哦 是什么 Berdasan Berdasan 那个在中间看一下那个Berdasan OK Berdasan 对 宝珠 那个 好 那 哦 这个就是 红包 昂包 对 我们刚才还复习过 这是就印尼也会有 嗯哼 对就是 台湾印尼 可能说不定每个地方都有 哈哈哈 毕竟这个东西很棒嘛 可是我们的红包 红包很多不是红色的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现在 现代的 会感觉 哦不要红色的太old 哦 所以我们要金色就对了 也不是这样 可是会有出另外一个颜色 好 就是跟上时代的角度 嗯 然后gold的话会感觉比较 竟然想要抛弃传统 没有啦 哈哈哈 没有啦 就是 应该说有更多 更多元可以让人家去选择 嗯哼 对 比较modern一点 OK 对 那这个 这个也是要 红包的旁边是什么 柴神爷 不是吗 尼乐佛吧 尼乐佛跟柴神爷 是概念上有点类似 好啦 可是 不是那个重点 中间是在中间 那个圆圆的 是什么 什么 那是什么 年糕 那是年糕 对 是我们的年糕 马来西亚跟印尼 应该是我们的年糕 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所以 那我看你那么深啊 所以那个年糕是 我们会说 GUEGERANJANG 哦 好 为什么GERANJANG GERANJANG是懒的意思 懒子 OK 因为它是做的话 是用一个懒子 所以为什么它的 它的样子会做一个 所以我们会说 GUEGERANJANG 好 待会我会看到那单字 哦这个是 哦这个我们就没有看过了 这应该是印尼道地的 这个是一样 你们两个礼拜后不是有那个 哦圆小姐 圆小姐 圆小姐 对 你们会两个礼拜以后 会有那个Festival L'Ambion 可是我们没有Festival L'Ambion 是是是 我们是要吃这个 吃这个就 JAPGOR MEH的时候 是要吃这个 为什么JAPGOR MEH 我上次有说JAPGOR是食物 然后MEH是一个Festival 那它会吃这个LONTONJAPGOR MEH 你知道LONTON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那个绿色的那个虫米 冬瓜 不是冬瓜 它是虫米做的 米饭做的 米饭做的 对 虫米饭做的 然后会做圆圆的 然后会煎煎的 会说米蛋糕吧 你们这里应该是会说米蛋糕 糯米长 对 虫糯米那一种做的 是 然后会做鲜的 所以这个是鲜的 是有那个糯米做的 然后有一个这个什么蛋 然后鸡 然后什么甜点 OK 豆腐 然后这个是醋 糖的部分 OK 是那个月奶 哦 月奶 对 月奶 所以像那个LAKSA KALI KALI LAKSA的马来西亚 新加坡那一种类似 这个糖我应该可以觉得不错 对 月奶的 鲜鲜 对 那我们还有会加一个东西是说 在那个鸡上面 我知道 虾饼啊 也不是虾饼 哈哈哈 你们会说饼干 对啊 那个白白的东西 白白的东西脆脆的 台湾会说饼干 可是对我们来说 如果你说饼干的话 我们会讲甜的东西 哦 所以如果不是甜的话 我们会夹 也是像你说虾饼还是什么 可是 可是这个是鲜的 鲜的 所以鲜的 脆的 然后 是很 很好吃 卡滋卡滋 下次我们吃Vira 做给我们吃 有 上次我也带来 可是你不在 所以你的问题 哦 好 所以 所以那个东西的话 是白色的那个 很好吃 脆脆 然后咸咸的 脆脆咸咸 对 那个可以吃很开心 因为这 真的很好吃 好 我下礼拜要吃 好 我们到了Learning Time的时间 刚刚有很多单字 我们就来一次做 学习 嗯 来 拜拜 Birdoa 拜拜 Birdoa 拜拜 Birdoa 好 再来是糖果 Bird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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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快点 对对对有效果 再来是饼干 所以这个饼干 对 这个是饼干 是甜的 对 所以我们来说这个才是饼干 因为是甜的 如果不是甜的 我们不会这样饼干 哦 OK 好 饼干 饼干是 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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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饼干没有做甜的 没有做咸的 很少 有啦 可是很少 如果你说饼干 第一个我会想的话 是甜的东西 是啦 通常也是甜的比较多 再来是年糕 年糕 这个刚刚我说 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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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年糕其实也蛮多样化的 说实在的 我们台湾年糕有广式的 广式年糕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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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年糕 我讲错了 那叫什么 那叫菜头粿 那讲错了 哦 可是 可是我来台湾 为什么 我没有 每一年哦 我很少找到那个年糕 会吗 一定都会拜啊 我们也会拜年糕 对啊 可是 可是我很少看到台湾朋友 在过年的时候吃这个 因为他还在拜吧 所以你有 没有 因为我们家印尼是 这个是一定 你过年来我家 炸给你吃 好 这个在印尼的话 是一定要吃 要吃 会啊 所以这个东西年糕的话 是一定 最重要的 蛋糕 对 要吃 还会坎心 嗯 真的 我妈也会 沾面粉 然后拿下去炸 哦 你用炸的 我们在印尼有两个方式 是用炸的 跟用蒸的 蒸的 蒸的 然后用上面 或一些那个叶子分 对 所以用叶子分 一起蒸 其实像 台湾会吃年糕 也有发糕 发糕 发糕是红色的那个 哦 欸 印尼有吗 红色的 软软的蓬蓬 有 对 然后当然就是菜桃柜 可是里面我们有放 就是萝卜糕 萝卜糕 萝卜糕 你说刚刚那个吗 还是你说萝卜糕 萝卜糕 好像有放 好像没放东西 我们里面有放那个 萝卜糕 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吧 什么 我忘记了 惨了 我忘记那叫什么 是扁扁的 你讲那应该是扁扁的 那个吧 绿色的吧 绿色扁扁的 也有红色 还有红色有绿色 对 里面是绿豆 好 没关系 下一次 下一集 找给大家看 对 下一集 我就说 下一集我们讲那个食物 台湾其实 过年有很多食物 像发糕 萝卜糕 这些其实都是过年 比较常吃 对 我们糕的话 糕 是不然蛋糕啊 年糕 什么 我们会讲 骨尾 所以为什么 前面一定是有 骨尾 骨尾什么 骨尾隔岭 骨尾隔岭 因为我们有糕 糕的话 我们会变成 骨尾 什么骨尾 好 再来就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学这些 因为要拿红包 红包 没有说这个 不会拿到红包 恭喜发财 红包 拿来 好 先教第一句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的话 恭喜我们一样会讲 骨尾骨 刚刚我说骨尾骨 骨尾骨 然后骨尾骨 那个是骨尾骨 骨尾骨 骨尾骨 然后发财的话 是骨尾骨尾骨 骨尾骨尾骨 骨尾骨尾骨 对 发财是骨尾骨尾骨 骨尾骨尾骨尾骨 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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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点难念 可能我们到你那边不太会念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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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是 恭喜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对 然后发财是 我告诉你 我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们如果真的忘记怎么念 你就把这段播出来 没有啦 可是平常的话 如果你这样恭喜发财 这样子 有人会懂 会懂 你们那边可以讲 中文的恭喜发财 是懂的 对 是对老人家什么之类 我们会说 恭喜恭喜 还是恭喜发财 这样子 就可以了 好 可是要知道一下意思是什么 不会 因为很多印尼朋友 他们会讲 这样这样 copy copy而已 恭喜发财 可是我问意思是什么 不懂 不用懂 拿得到钱就好 没有啦 第二句 第二句是身体健康 身体 身体是败的 所以健康是健康 健康 对 所以我们会说 什么个健康是拉路 身体健康 什么个健康是拉路 身体健康 什么个健康是拉路 好 再次来是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什么乌鲁山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所以我们一起的哦 万事的话是 万事的话是什么乌鲁山 然后如意的话是 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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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 万事如意 我们都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一起 有一起 心想事成 心想的话 心想的话是 可以讲 也可以 可以 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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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句话最好 真的这句话 讲在前面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太棒了 这句话就对了 都可以事成 好 大吉大利 大 还记得大是什么 big big 大 那边有写 b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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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是besar 所以 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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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远 好 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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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好,年年有余 有没有记起来,很重要 有没有记起来,再review一次好不好 最后一次机会了 没有啦,就是都有机会 记得多看几次就好了 有啦,其实朋友们的话 如果要说的话 说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晚吃如意 然后那个信箱奢侈 年年有余,那个都可以 好,那我们就直接review我们今天所教的东西咯 再第一个,拜拜 这个是比较正式的英语文 可是如果我们平常在local的话 我们会讲 拜拜 拜拜 再来是糖果 你试试,所以说 可以 饼干 饼干 年糕 好,这就是最后再复习次哦 恭喜发财 selamat selamat dan semoga banyak rejeki 恭喜发财 selamat dan semoga banyak rejeki 身体健康 semoga sehat selalu 身体健康 keberuntungan dan kemakmuran besar 好,这一个是年年有余 年年年有余 年年有余 好,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应该算是拿红包必须要讲一些话 好,大家再练一次 吉祥话 吉祥话 对,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对,心想色成 然后大忌大力 还有一个是年年有余 今天教六个 其实六个也蛮多的,说实在 那有时候会因为当下的年份 就是今年是鼠年 或是今年是牛年 像是牛年 是大分地骨 或是大分隔包 对,我想牛年行大运之类的 所以会夹那个什么年在前面 是是是 对 会 反正就是会有很多 因为当年度而讲的一些 跟那个牛有关系 或跟老鼠有关系的祝福语 对,那个就是不同年份 有不同的祝福语 这个就是同用 everything都可以用的地方 都可以用 要拿到红包就要这样子的 要记得 不然没有讲牛红包 我从小就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 很多亲戚 你知道每一个都要讲 对 先查一下 每个都要讲不一样 我妈妈 我爸爸妈妈 然后我阿嬷什么 都要讲 好,来来来来 要讲一下这个 没有讲就 没有红包了 什么美丽 美丽也可以啊 美丽大方 也算了 也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 青春美丽啊 这种也可以啊 永远美丽 可以 可以 好,那今天以上 算是我们 总结 算是印尼这一块 稍微介绍一下这一块 让大家了解说 台湾跟印尼的文化 在过年的时候 但今天大概有一些吃的东西 有点不太一样 嗯 但是像是拜拜啊那些 倒是 也算是一样 一样 对 诶,那个 那个 仙的食物 对 基本上那个是 怎么讲 那个是 如果 中国 有跟他 呃 中国跟印尼有一起 家人 有一起结婚的话 他们会吃那一个东西 哦 可是如果你是很单纯 只有跟中国 没有跟印尼人在一起的话 他们会吃汤圆 哦,OK 会吃汤圆 对 所以那个东西 本来是 如果我们有mix 跟印尼文化在一起的话 是是是是 是 我们会吃那个 那个咸咸 那个 你是蛮想吃那个 越南奶 越奶 越奶 对,刚刚越南的那个 对 不是越南奶 不是哦 是越奶 哦,不是越南的奶 Coconut milk 没有越南 还好 是Coconut milk 我一直以为那是越南奶 不是 所以是越奶 越奶 看那个颜色 其实蛮想 对 那个是跟 印尼的文化mix 才有那个东西 如果是整整中国来的话 对 你会煮 你会煮 不行 不行啊 那个太复杂 那个很多很多东西 要要炸什么 要加这个 要加那个 还有做越南那个 部分 真的 很多 复杂 可以 可以 这里其实也蛮多你的朋友 说不定有人会 要不要 会啦 会啦 我朋友会 我朋友会 就是问一下 找机会也吃一下 我可以煮唐园 哦 好 我可以煮唐园 不是 不是唐园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我的意思是 如果不能吃那个东西的 鲜鲜的那一个 吃唐园 也OK 所以我可以煮唐园 不行 要让现场的福利 现场的观众 在现场的观众 都有这个福利你知道吗 好 OK 来印尼吧 大家来印尼 吃一下印尼道地的料理 对 欢迎大家来印尼 欢迎大家来台湾 没有啦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特别的美食 对 这个就是印尼特别的美食 对 就是去印尼 基本上应该吃得到 基本上 会会会 就算吃不到 就去找Viva 去他家吃 可以吗 你家有吗 有 去Viva家吃 他真的很聪明 对 好 那以上 上次上礼拜 有讲到 一个文法 就是白布的得 跟赤布的得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 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后面是副词 你就是用赤布的得 让大家复习一下 对 那就是 像什么 如果 noun 还是其他的 adjective 什么之类都会用 那个simple的得 可是如果 adverb 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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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an 对 里面是 后面是kata kata kata rangan adverb的话 会用那个 觉得的得 对 那用这样去分过 比较快 对 大家要比较了解的话 请大家要看一下 我们的 第一集 第二集的第一集 对 要看一下我们上礼拜 有解释给大家 如果不懂 可以在底下留言 哪里不懂 我们再看一下 用什么方法讲 让大家更清楚 好不好 好 可以吗 那我们下礼拜 就期待我们下礼拜 另外一个 节庆 对 另外一个 大认词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他稍微 期待一下 下礼拜 可能会是什么东西 是跟龙舟有关系吗 其实我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下礼拜的主题是什么 下礼拜是什么 大家可以猜猜 可以留言猜猜 猜猜猜 猜对了有什么奖品 是 费朋友 买的冰淇淋 你买冰淇淋给大家 好啦 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哈喽硬好 感谢大家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